你踩了我 Hello 你們好 哪個是編劇? 你見到什麼? 你有沒有知道? 有沒有你過身? 你坐吧 不用爭我 所有人都站著 看得出你們是一個 搞了多久的劇社 整班人的配合 是有經驗的 有些事情 一開始就看到 你們這班人 很生虧 很壞皮 另一件事 很容易很壞 但是 你們總子隊 知道你們有什麼事 不用初賽 然後直入決賽 我們當然要 嚴謎一點 對你們 我會要求你們更高 對於那些 玩得很好 是否這樣就算 我就會問這些問題 其實 為何要講結婚 我很想問這個問題 為何要用結婚來講這個故事 為何 對於結婚有什麼感想 對於結婚有什麼感想 因為我覺得 我認識的朋友 有很多 真的離婚 為何 阿浩和你繼續 於是我就會找到一些 理由 我也想探索一下 為何 那些人這麼傻地去 這麼傻地結婚 而不夠兩年之內 幾本離婚 然後我就開始想 這個構思的劇本 然後他又有些構思 他又看見他的份禮在伊甸園 很虛假的 很多的結婚場面 於是我就 開始想這個劇本 也可以的 我是80後來的 那 我也來 你80後來結婚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的觀念就是 其實婚姻會不會 一樣樂的東西 會不會現在伊甸園少人結婚呢 但其實 在我的現實生活 我的經驗當中 其實不是 我自己未結婚 但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我真的被炸彈 不斷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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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的荷包都乾糖了 我當然 我是很祝福他們 即是他們是我的朋友 但我另一方面 我都會想 其實 為何這麼多人 依然願意 這件事 即使大家都知道 背後有很多 事情 會導致離婚 但仍然願意去做這件事 究竟 婚姻這個行動 是理性地去感性去做 還是很感性地去理性地 我們決定要結婚了 這是我原先 都很buy Johnny 這一個 idea 而去參與 這個crew的原因 好 我繼續問 你對於婚姻的commitment 即是要說那一段 有甚麼感想 你覺得那一段 是甚麼 你的意思是 即是無論是疾病 甚麼 即是誓詞 誓詞 有甚麼感想 其實我覺得是很ritualistic 我覺得是一個儀式 即是如果兩個人 即是決定結婚這一步 就算他們不是真的說出來 他們都應該要去fulfill這些 我會這樣看 兩位編劇 信不信婚姻這件事 我相信 其實我覺得 我當然相信我也是commitment 雖然很想離婚 但我將來做到 最終我自己覺得那段 你問我自己多年讀的時候 我真的沒想到這麼深 我只是沒想到讀書 我的字我都會讀完 但生活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想法 原來那件事 原來是很簡單 所以我就是 即是你剛才問那段 我是不讀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生活才知道很多衝突 我只是發言一些問題 讓你們多試一下 即是 我會覺得 大家對婚姻的stand point 還不太清楚 我看了整個戲 我會覺得 為何他們要離婚 為何他們不離婚 其實我不明白 我覺得那裡要搞一搞 為何他們會離婚 我不是很入信 他們因為那些禁忌 就這樣說離婚 我不太相信 當然我明白 很多電影都會 看到對方的樣子 就不離婚 於是說了一句 我認為那是概念 即是 如果你寫到 就不要看了 但現在好像還差一個 整件事很好玩 很多東西看 我覺得已經有了 但 對婚姻的感覺 怎樣可以再強烈呢 我知道你們 你們不是不懂得寫的戲 我覺得你們懂得寫的GAT 即是知道怎樣去 包含GAT出來 令它好笑一點 但 是否只是這樣 我想過 反過來想想 我最傷害的傷口是哪裏 而那個傷口令我可以反思 我會問導演 或者大家的問題 就是 我想帶給觀眾一個怎樣的戲 我想觀眾怎樣 即是是否笑了 那就OK 我覺得選婚姻是一個 挺值得說的東西 也不是只有你們說 很多人都會說 既然選擇了這個 我覺得 是的 將你們那些80號 60號 70號 那些東西都拿出來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暫時先說一句 我給你說一下